这应该是沙滩边或者说海灯区供人蹊脚的地方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是我妈妈看见 我现在在阿联酋派的这些东西 妈心大悦 她就说你现在去的地方好 同时很干净人又多 比之前在那个兰比尼啊之类的那种地方 要好多了 那地方又脏是吧 看着又穷 这就是老人家的见识吧 其实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去好像特别繁华的地方 不是这个样子 旅行不是只看那些东西 我觉得在尼泊尔的那几天经历 是的 是挺辛苦的 但我觉得很有意义 非常有意思 对于我来说 能够出来 本身就大 我这个捡得好有趣啊 而我想到问题 犹太拉比门的那个帽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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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地图 看一下 路线 又得发动了 很紧张啊 就是希望最后还能留一点点油 这个流量 这个流量 万一在机场 这个流量 所以就到路并了 需要一点的流量 就怎么办 虽然机场大概率是会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 还是什么吧 能够出来 就已经是 我觉得人生的一大拖 巨大的拖 也许好问题就是 下一站 去哪 比像昨天的话 我不说嘛 大星早的起来陪着两个小仙女聊天 有个学生就说 最好的路线是 去西班牙的话 从摩洛哥 天飞摩洛哥 然后摩洛哥 进入西班牙 他 我觉得 又把他自己的很多东西套到了我 从而上 他的话说就是 想看我 再游一遍西班牙 我并不是说 我讨厌西班牙或者怎么样 只是我没有他那种大的执主 所以 我最后也是无奈了 就反复再问我说 那你下一站去哪 那你下一站去哪 你最想去的目的地是哪 我其实不知道 我其实不知道 我都比较喜欢那种西马尤江 他说是耶路撒冷吗 我说 我也不喜欢被别人绑架 说你一定是去西阿里撒冷 你一定是去耶路撒冷 我凭什么 凭什么 就因为我长得像耶路撒冷 就因为我 是吧 那西班牙语 我就一定是耶路撒冷 哎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 人们为了能够 好像活得稍微 踏实一点 喜欢给别人 三两句话一会儿别人也更意思了 给别人给定义主 你是什么人 你该怎么干 你怎么怎么样 你需要拍这么多 哪有那么多 几个小例子啊 那这一次去出云 不赞 我去了一层长猪 很多人也不太理解 我问你为什么要去西阿里 应该直接从 云南那个叫什么清 德清 应该直接从德清出来 就 到林之才对 对吧 再来 像这一次 迪拜 我看了好几个迪拜的小视频 介绍迪拜的旅游啊 那些 其他国主拍的Vlog 他们都没有提到 比如说 那个 六国上场 但我觉得他们会错过它 因为你得从那个地方 去 到渣里 只要你是坐着大巴车 就得到那边走 所以我能看到 所谓的 一本 巴图达 这个错站 多么问题啊 还可以接水 我接点水试试 试试 不知道 诶 还真的水 玻璃水 去水一会 那些有意思 也有意思 有意思 有意思 我们试试盖 虽然那个 是不是口袋太大 别的 冰了吗 冰的话咱们就算了吧 对 不算了 看 有点点冰 不是 对 对 现在我们的话 那样的话 osh 走 走 很有意思 包括勇于尝试 对吧 出来之后勇于尝试这一点 敢于去询问 这都是很有意思的 像今天从 迪拜坐车过来 我看到刚上车那会儿 有两个小姑娘 而且听她们说话 因为她是中国人 一个小姑娘还转个头去 问她后座的那一个 可能是意大利 可能是意大利也可能是法国人 说这是不是去阿布扎比的车 哎呦 我当时就觉得好好玩 对吧 然后那个回答就说 是 或者 但愿她是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 咱们就信任这个 阿联酋的司机 不至于 把咱们拉到一个奇奇怪怪地方去吧 我觉得这都是在 异国他乡 在 你的第二语言的情况下 或者是你的外语的情况下 那一些生活的 生存的体验 对吧 生存体验 包括讲今天从 车站里 或者说到了这边之后 因为我还没有订酒店 我还没有订酒店 我出来之后我真不知道该去哪 我马上 在车站里面 就试了一下 就试了一下车站的WiFi 确实可以连 虽然说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确实可以连 连上之后突然发现 大马那边又来一封信 又来一封邮件 就是我说到的一个问题 它让我继续补充这个身份证明 而这个身份证明的话 需要一个 UVE也就是阿联酋的身份证明 我在哪去开去 然后订了酒店 利用那里的WiFi 不就知道该往哪走了吗 接下来是去询问处 问如何坐公交车 然后是办了一张公交卡 很简单其实 然后就是公交体验 对吧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应 需要去学习 需要去融入 观察 看别人怎么样 上车怎么样 下车 这些都很有意思 那句话呀 这只是你的 第三个外国呀 以后你可能还要走到 第十三个 第二十三个 第二十三个 第三十三个 这都是新年 都是需要去学习 积累的 哪怕是为了以后造成 对吗 以后你还要去更处大的景点 好消息 快到了 应该快到了 不过明天的话好像 今天天气会非常不友好 看到那个天气预报的温度 暴四十六度 妈呀 我在外面走的 体格温度不是上五十度了吗 嗯 明天有一个最硬核的事情 就是 得去 大致玩走一趟 如果不行 如果不行 咱们就开始退各种各样的票 然后订机票 就从阿布扎比 回国 咱们说我该回去 对吧 我觉得 冰冰中自有天注定 他会告诉我 虽然我不知道谁告诉我 但是他会告诉我 差不多该回去了 从最开始的我想着就 泰国 出来泰国回去 一个小 要不是一个小时去 一个 礼拜的事情 到 变成 出云入葬 然后到西藏出了问题 再从西藏出来 到尼布尔 尼布尔出来 到这边 已经 我觉得 体验是拉满了 回去吹牛都能吹过一年的 那句话 就光是在西藏那一段 就讲述自己怎么样被 拉萨和日卡泽给坑的 就已经 挺有意思的 还有啥自行车 好 这段我们又录差不多了 一会儿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再给我录 休息一会儿 留言